诶, 诗姐呀, 南球场旁边这棵树, 为什么这么大这么漂亮? 师妹, 其实这棵树背后有个故事, 你想不想听一下? 好, 好啊, 大约就在五十年前 老婆, 我们终于来到香港了, 不如吃点热东西, 换个身吧 小朋友, 麻烦两碗loodle 叔叔, 为什么你的眼睛是蓝色, 头发是金色? 你有什么道, 我们是买云吞面的 我是美国来的宣教士, 我叫杜卫林 小朋友, 为什么你这个时间没有上学, 运动卖东西? 因为我家里没有钱, 让我上学读书 这里的小朋友, 个个都是这样的 诶, 猪女, 快点回来 哦, 我来了 这样啊, 我一定要在这里, 在一间学校, 让小朋友有书读 我要出去啦 老公, 你已经连续几个月向政府拿地, 你不要去休息一下啦 不行的, 我一定要拿到这块地 官长, 你要认真考虑啊, 我用这块地, 就是为了给小朋友可以读书 这几个月以来, 每天都见到你, 你真的很烦啊 唉, 我现在批一块地给你, 不要再来找我啊 各位, 我已经成功向政府, 拿到这块地, 来这块地, 起一间学校啦 你们愿不愿意搬走啊? 又是你这个死鬼佬啊? 当然不行啦, 要我们搬啊 别阻止我做生意啊, 扯吧啦 啊, 妈妈, 我好痛啊, 垃死我啦 哎呀, 猪女, 整碗云吞面倒在你身上, 脚又红又重, 怎么算好呢? 哈, 让我快点和你擦点丝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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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油是咸的, 会令伤口落化啊 等我来为猪女处理伤口啦 杜先生, 幸好你当日是这鼠而已 现在猪女的脚就好了很多的了, 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啊? Oh, You're welcome 其实这些都是很基本的详识 如果小朋友可以上学读书, 他们都会懂的 妈妈, 我想上学读书啊 是啊, 如果你们愿意搬走, 我就可以在这里建一间学校啦 但是呢, 我们没那么多钱可以搬啊 也都不知道可以去哪里去哪里 不用怕, 我帮你在对面那间空地 建一间前铺后居的木屋啦 真的, 那就太好了, 谢谢你啊 杜太, 大家见到我们的新屋之下都愿意搬啊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起学校呢 唉, 三波而有扯波糊涛工程, 要很多钱 而且我们刚刚收到电报, 就会没钱, 不再支援我们啦 蛤? 那我们之前的努力, 不就白费了咯? 老婆, 我想到办法啦, 我决定把我们的家司买了它 即使是这样, 都不够起整间学校架? 那就把我们在美国的屋都买了咯? 真的? How about我们的黄金啊? 什么啊? 那些是我们的退休储备来的 是啊 杜太, 你老公真是考人士啊 哦, 原来这家学校是校监杜先生一直坚持 克服重重困难的成果, 它真是很卫大呀 是啊, 虽然呢, 它就不在人世了 但是它的骨灰, 会长在这棵树下面 一直这样, 看着我们的 那, 那我还是回回房间先啊 啊, 为什么这么怕青呢? 现在是秋天, 那些风当然是大一点的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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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